这是长城的欧亚新生活 大概得有几年时间没有这么热闹的 今天这么热闹是因为这有活动 这算是我们很多80后或者90后 印象当中的初代的纯定流 严正旭来推荐他的新电影 名字叫做有点动心 这活动已经继续一段时间了 这是我看到过的良心好活动 游戏大概做了四五轮 还没做完 5月10号电影有一点动心开启长春战路演 电影有一点动心由老模导演陈嘉尚指导 张信哲担任艺术总监 严承旭 任素希主演 柳妍 齐薇 莲凯 汤嘉文 曹阳 夏莫乔 纳薇 李勤信 莲妹主演 影片已经开启预售 将于5月20号表白日正式登陆院线 本次电影有一点动心的各位主创 在马步停蹄的结束天津站路演后来到长春 日间行走在长春各高校和大学生影迷见面交流 夜间来到市中心综合体和春城影迷亲密互动 好 大家好 我是陈成旭 要这么高啊 在有一点动心的校园路演现场 同学们在表白墙上写下对自己心上人的悄悄话 现场主持人把被表白同学邀请上台 与颜承旭当面对话 颜承旭更是深情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 有一点动心 苏西在里面也没有很特别的角色 就是我以前是演霸道总裁 然后这次我在电影里面 我遇到了一个女生版的霸道总裁 然后就两个人相遇是很特别的奇妙 那接下来大家都要进戏里面看 在电影片段的应后交流中 颜承旭坦言与人苏西相处十分轻松舒适 爆料电影中的女霸道总裁非常可爱 颜承旭更是表达自己和电影中的角色周启文 有几分相似 都是不太会表达 但很会照顾朋友 影片中的相亲渣男等片段 都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影片有一点动心讲述了 颜承旭饰演的男主角周启文 创立的游戏公司 因旗下员工直播渣男言论 引起全网声讨 被迫宣告破产 他带着兄弟们去找始作俑者 相亲APP员工讨个说法 虽然打着成为对方客户 揽他们黄生意的坏主意 但周启文却被对方女老板 任素希饰演的陈然安排得明明白白 在不断的相亲过程中 两个人逐渐卸下对彼此的敌意和伪装 相互的了解 让两个人萌生情愫 在这越来越不敢爱的时代 周启文和陈然是会就此错过 还是能抓住命运不顾一切的 付出真心呢 电影将于5月11日正式开启预售 将于5月20日正式和观众见面 远叔叔可以将第一时间送出观影指南和应号音频